你看 虽然远了点 但房子还可以啊是吧 不算 小夏 今儿不着急啊 这一片要建一个什么 高薪企业园区 要涨价 那涨多少啊 大概 比之前的预算 涨个二十万吧 这么多 三三三三三三 你再玩手机 我就把你手机扔了 我在找同余他们借钱 我要买房 你以为借钱不还啊 买房子又不是逞能的事 得做计划 我做了计划 这次我回上海 我一定要给你个价 买房子又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 再说我也不着急啊 我着急 你着急你也得靠你自己啊 我现在不是靠我自己不行吗 你之前给我那些书 我现在算是彻底读懂了 书里面有英雄 也有小人物 而我 注定就是那活不过三张的小人物 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管我没有看清我自己 你别这么想吧 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样 这就是现实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 你说敢离开就敢离开 说敢回来就敢回来 我一直觉得你就是一个英雄 而且我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 而且我们在一起的这一段时间 你特别地知道 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你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样子 才是我真正看不起的小人 才是我真正看不起的小人 我还没有想给你 我可以说你自己在一起的小人 我一直以为我做一个小人 我一直以为你最想像自己的小人 我一直以为你太精彩了 我一直以为你很难回来 我一直以为你太多人 我一直以为你太多人 像你这样的情况啊 做手术的时候 要注意些问题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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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医院 不可以大声喧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找你们这一患者 叫刘胜南 已经进去检查了 她是我太太 她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就要把孩子打掉 你帮我劝劝她行不行 你先坐着 行 等一下 帮我劝劝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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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南 大杯 你拿 我来 我拿 这里是医院 那么大声让让干什么 谁是你太太了 做个臂抄而已 至于那么紧张吗 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 所以你还没做是吧 约在后天了 我 那你等会儿 你就别这样了 让我扶着你点吧 你现在身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特殊时期走路能不能慢一点 我知道了 我是要赶回去开会 包给我 虽然工作很忙很辛苦 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关于孩子的问题 能商量出个什么结果呢 夏飞 你以后不要再问这件事情了 问了也是给自己添毒 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好 咱们复婚吧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咱们俩还是复婚吧 如果咱们俩复婚之后 孩子就不会像我这样 他会有爸爸 他会有妈妈 他会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他会很健康地成长 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是吗 复婚 对 婚姻是我们俩之间的事 跟孩子无关 你的复婚 是为了孩子 为了你心中的内疚 却不是为了我 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误会 我跟你说出复婚这个事情 我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最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也想了很多事情 我很了解你 你因为熟悉而厌倦 又会因为有距离 而又产生新鲜感 但是过了半年 一年 又会因为孩子的出事 引来一系列的麻烦 而又产生厌倦吗 然后呢 再离婚 我不想再这样 我听说姜大凯 正在联络几家媒体 准备在亚洲智能科技大会之后 立刻召开智能交通新系统的发布会 他们很高调啊 以他们目前的技术 还没有可以承受到对外发布的时候 他只是要抢占风头 我们没有证据啊 我来想办法 你又头疼了啊 你又头疼了啊 我跟你讲 我现在遇到的全都是记手的问题啊 你别告诉我你这儿还有问题 对 我还真有别的事 嗯 我等的就是这个 我不疼了 不疼了 没事了 我走了啊 手机给我啊 对对对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再见啊 子叶找到了关键的证据 制动科技 把戴安网交给组委会的时间 比我们整整早了四个小时 所以应该不是从组委会流出的 比三位早了四个小时 所以内部是唯一的可能啊 许多 咱们公司内部不可能会有问题 他们几个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即使是内部问题啊 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 进入我的电脑系统啊 还有一种可能 是制动科技那边 突破了我们的安全系统 绝不可能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注意安全 好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不是贼 同意 咱俩在一个公司这么多年 彼此看不惯 不喜欢对方的性格 但是说实话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我追赶的目标 可敬的对手 我在你心里 怎么说也算是一个 合格的工程师吧 张儿 作为制动科技的员工 有些话我说出来不妥当 但是我觉得我不说出来更不妥 我实在是忍不了啊 你知道吗 制动科技竟然完成了一个 从未上过会 也没有立过项的项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周四上午六点钟 江大开让我提前到办公室 在一份项目底下署名 他让我保密 让我选择 我签了 早上八点钟 这个项目就出现在 亚洲科技大会上 你怎么办 你知道是谁把这个项目 拿给江大开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当时就以为 可能是外包公司的项目 反正白来的棉 那不要不要呗呗 我就签了 直到今天 我知道你递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项目 被作为会拒绝了 所以我找你来 我要告诉你这些 我没有想到你会 怎么 你没想到我会这么坦诚吧 没想到我会帮你吧 对 咱俩斗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 我没赢过 后来你从公司走了 我却觉得你还没走 我觉得 公司处处还都有你的影子 所有人都在讨论你 你知道我多羡慕 多厌恶这种感觉吗 现在公司里没人讨论你了 我却觉得 我开始怀念这种感觉了 我觉得自己特别意思 上次我来你公司 绝对是路过啊 但是就是那么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你的公司 我回去路上我就想 怎么样才算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奋斗呢 而不仅仅是为了那点钱 然后我就摇摆了 直到今天 我彻底对江大凯对制动科技失望了 我觉得 我也应该寻找我的下一站了 李光 如果你相信我 欢迎加入十二星科技 但是我也希望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帮我查出来到底是谁 把这个项目给了江大凯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查 但是童鱼 我觉得 问题还是处在你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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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余 许多出事了 许多呢 已经在里面检查了 她怎么会突然晕倒了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许多怎么会大半夜 一个人再回家路上 还晕倒了 这不该问你吗 你先别着急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但像这种晕倒 一般可能是神经调节 或者血管诉说障碍 引发脑供血障碍 也有可能是脑干供血不足 但这都只是我的推测 具体还是要等结果出来 今天下午六七点钟那会儿 我见了许多一面 她正在那儿吃止尘药呢 状态很不好 我就琢磨着她 她不会真有问题吧 不是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你们谁是许多的家属啊 我 我 怎么了 大夫让你们进去一下 好 这个呢不是普通的贫血 如果数值呢是在100到109之间 就是属于轻度贫血 低于89呢是属于重度贫血 她现在这个数值呢再往前一步 就严重了 你们看 她的血小板和容积率 都是低于正常值的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呢 她长期属在贫血的状态 现在是因为身体处于疲劳期 所以呢引发了重度贫血 我建议呢继续观察 许小板持续地降低的话 不排除重度血液病的可能性 你 你是说她会有 重度血液症的可能 我是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也不用过度地担忧 先办住院吧 好 好 你把我当什么呀 眼里只有钱是吧 我是为了你的梦想 可是你有听我的吗 对不起 我没有好好的我好了 我好好的 想哭就哭出来 想哭就哭出来啊 她刚醒了她又睡着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来找我她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之前怎么说的 你现在怎么做的 人好好的交给你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们俩一起开公司 有那么多事吗 她每次见到我都是同雨怎么了 她满脑子都是你 她满脑子都是你 你呢 你脑子里只有你那点破事 你的工作 你的梦想 你创造 你的需求 她是你的女人啊 你有想过她需要什么吗 我错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一次错误 都有改正的机会的 但凡今天有一点问题 你后悔一辈子去吧 行了 你别在这儿跟赎罪似的 你就算想补救也不差这一会儿 你状态也这么不好 你再倒了 谁有功夫照顾你们两个病号啊 回去歇着吧 明天再来 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啊 走吧 是的 我似乎变了 最近的我只顾着向前出 却没有看到她 我身边的她 那个总是问我吃没吃 却总顾不上吃一口饭的她 那个总是怕我疲劳 却从不说自己痛苦的她 那个永远在我身后 被我遮风挡雨 却永远安静无声的她 我却像个傻子 永远不知道回头 看一看身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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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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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问题还是处在你身上 怎么了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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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秋点半 谁啊 这么晚了谁啊 你们俩 老大 我们俩挺久的了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来 回去吧 是你吧 说什么呢 什么时候啊 周三晚上只有你我许多 咱们三个人在公司加班 不是 这个 我那天 我早就回去了呀 你是知道的呀 我有一个喜欢你应该很清楚 我的硬盘我不会借给任何人 因为我不相信别人 但是我相信你 我把硬盘借给你 你没有还给我 你以为我棒了 刘安 这是我最后确定的思路方案 你仔细看一下 好 记得把优盘给我啊 好嘞 没问题 而你是唯一一个有能力破解我办公室面部识别程序 破解我电脑密码 再用我的右盘 倒走我未完成的试验的人 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多 看来你还是那个最聪明的人 所以你拿着我的硬盘 在我的电脑里边拷走了我所有的资料 让我无计可学 对 对吗 对啊 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你不觉得你这么回答是在侮辱那些努力生活的人吗 侮辱 我 我觉得 侮辱这个词 不应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吧 你觉得你侮辱我还不够吗 对了 这是开玩笑 是提携 但是在我这儿 每一句都是侮辱 老大 我没有你那么天才 我没有你那么有能力 我在你这儿 我只是你脚底下 一个特别小的蚂蚁 你一直都是这么想我 但事情就是如此啊 童雨 在台前 只有你没有任何人 但我告诉你 我他妈的在学校也是第一名 我不想永远在你脚底下被你踩着 许总没进公司的时候 我跟王秘书 我们俩已经在一起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跟其他人讲吗 因为我们害怕 我们害怕一旦告诉其他人我们饭碗就没了 我跟他也特别想像你和许总那样 在公司不管怎么胡闹 大家都微笑着去祝福你们 因为你们足够的强大 你们强大到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么我们也想强大 但我没有骗子 我们只能靠你 好吧 所以说你选择了姜大凯 我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我在你这儿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在姜大凯那儿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能成为不管让他做我一个 现在 信仰到地咬食也好什么也好 我能够做一个总工师 但是到最后他要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老大我没办法了 直到要到 只能交通这个项目 我没办法 我没法回头了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路啊 你觉得这条路 普通家庭 普通孩子 是他能选择的吗 我在你这儿没日没夜地工作 我告诉你 我不累 我日以下班 甚至我告诉你 只要有机会 你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丢给我 我好 我可以胜任 但是每到第二天我还要微笑 微笑地面对你啊 但是到现在又能怎么样呢 到如今又能怎么样呢 我什么时候 才能像你一样 在上海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房子 我离开这个狗兵的出租 我 台湾 我一时拿你当兄弟 别说这个啊 老大 事已至此了 都已经这样了 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 报警 抓我 但是我告诉你 怨 谁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真的是白干了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是最保费的 这样现在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来选 第一告诉江大凯 把我的项目从长会撤下来 删除所有的资料文件 至于你 你好自为师 第二 如果说你们不同意 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我一直希望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共生事员 而不是一个害人 过去的一切 我为你付出的精力外形 我为你和咱们组内所有的兄弟们的情谊外形 更为你和你的梦想外形 咱们兄弟们一起战斗了这么久 你没有输给项目了 却输给了最不值钱的东西 小兄弟 我走了 走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走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 没想到竟然是谭小涵的 我曾经想过吴守生可能性爱 我还没想到是我自己人 那你没打算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吗 我想了 但是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想这么对他 宽恕 很多失误是纵容 但是有些时候宽恕啊 他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好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 我去通知高总 江大凯也会派人去盯着 你呀 跟许多一样 面上了 可这心里边 暖和着呢 我才跟他比不了呢 从小到大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看见许多去照顾别人 很少看到别人去照顾他 小时候 在新兴福利院 他一烙着好吃的就会分给别人 我就问他 为什么呀 他告诉我 他心里边觉着 大家需要 那我又问了 你呢 他总是笑着摇摇头 后来我才明白 在他的心里边 最缺乏的就是这些 因为缺乏所以深刻 所以 他才不想让别人缺失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但是他确实的安全感 我没有办法给他 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承受这么大压力 我还责怪他 我即使现在知道这个结果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明白还不完 你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许多会原谅你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你说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 我觉着啊 在这感情里边 一朝一夕 一点一滴 两个人一起经历的 不管是好的 甚至是坏的 那都是过程 都值得珍惜 只要人还在你身边 什么时候爱都不会晚 行了 我也不烦你了 早点回去歇着 这边有岳子倩帮忙盯着 都睡会儿 明天下午我再过来 走了 谢了 阿姨 我今儿戴不了金刚了 我先喝一杯 绝多 时度 你不要喝一杯 也会把我喝一杯 你想干什么 你说 我是不是 你就说 你现在进来 你来看石头阿姨 石头阿姨 都没有紧张了身体 在睡觉 不要找到他 你坐会儿吧 你去多会儿去 石头阿姨 这是我最爱吃的巧克力盘 吃了就有力气了 我带爸爸今天来 就是和你道歉的 他说你上班太累了 是他的错 还说怕火不好你呀 我这是这个 许多呀 是肯定能理解你 而且你们公司的事 也处理了 这本来就是自古就说 不是说邪不压症吗 但是你俩以后真得注意了 这事业是关键 但也得先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吧 你别说他了 他自己知道啊 我也创过业 我也很清楚 有时候自己说了不算的 许多恢复得也差不多了 过几天就出院了 你也好好休息一阵子 到时候好好哄哄他 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 我第一次觉得我自己这么失败 可能在你们心里我什么都好 从小学到大学 从毕业到工作 我一路再赢 从来没有输过 但是现在你们觉得 我赢了吗 我似乎好像已经忘记了 那个最初的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我当时被江大凯扫地出门的时候 我非常地愤怒 非常地不平 我证明给他看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成功 后来我成立了我自己的工资 我完成了一个 似乎不可能会完成的设想 我继续在意 但是现在许多躺在冰床上了 我即使赢了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自己真不是个男人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了 那我岂不是更失败了 眼前的幸福我都抓不住 好像任何所谓的理由 都能把我逼得毫无退路 我才失败呢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似乎总是鼓起了勇气 但又一次次被现实打扮 搞得现在 我自己 还有最信任我的人 都灰心丧气我 行了 你们仨别凑热闹了 要论失败 我应该手当其冲吧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说我要自由 就想甩开那只拉着我的手 但现如今呢 我想抓住那只手的时候 那只手却要甩开我 就连我自个儿的孩子 我也左右不了 我觉得咱们哥儿四个 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我不想这么认输 那我们能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必须要 向前走一步 怎么走 结婚 我想和许多结婚 给他一生的幸福 我得跟盛楠复婚 还得留下这个孩子 那虽然我觉得 你们有点天方夜的 不许多结婚 但是只要倩倩同意的话 那我也想跟他结婚 也许吧 我 你少废话 我当然愿意啊 那咱们就说好了 谁也别怂 还是那句话 谁怂谁怂谁孙呢 谁怂谁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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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是可能 可能 拼倒了随后 可能也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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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 我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我コスト也会终 reliable 干嘛你啊 这什么都没准备呢 戒指都没买 就这么直接来啦 弄得我挺紧张的你这 我给你和你放松一点 首先咱们要用我们的真诚 就真的打动她了 想想她们原谅怎么办 这求婚的事啊 慢慢来 你再走 怂恋人 人呢 艾蜜呢 艾蜜今天请假了 没在店里 向先生 向先生 刘总他真的不在公司 向先生 刘总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啊 许多都出院了 跟月子县两个人都关机 完全找不到人 不是 现在是这样 连白医生都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艾蜜也不在店里 刘盛南也不见了 他们四个女人怎么了 同时消失了 不是这四个女人 集体消失啊 不会是 集体要跟我们决裂吧 怎么着 都撤了 咱们得上哪儿去找了 就跟大海楼真影 兄弟们有情况 咱们肯定来过 我现在没有时间了 有什么事情 比项目还重要 许多许多